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家梁今天特别激动我们在这条封闭路拍车的时候你们猜我见到了什么伪装车小米汽车 小米在那边侧车呢太激动了他们是拿一个板车把那个伪装车高度伪装车运过来的 然后我们在旁边给大家拍了一组空镜让大家先度为快一下 我应该是全方首个这么近距离给大家拍小米汽车的up主了吧 首先我为什么这么确定这是小米汽车 因为我特意靠近观察了它的三角形大灯即使盖着厚厚的伪装服 但是轮回依旧能看出来和我最初首绘的MS11简直是一模一样 当然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有点像麦凯伦的感觉 而且尾灯的轮回造型也能印证这就是小米MS11 今天我开着我们试驾车在它车身边去丈量了一下大小 我最初以为我最初在首绘说车那期节目画小米汽车的时候 MS11那款车的时候 我以为它那款车不会是特别的大 毕竟小米它的定位是年轻人的第一部跑车 年轻人的第一部电动汽车 所以我以为它可能说是比汉或者说小鹏B7小一点 实则我刚才到它身边的时候它的体积是特别的大 哪怕是把它那种伪装服上的这种伪装块给去掉之后 它的尺寸也是定位于类似于B加级这个尺寸 还是挺大的 而且整车的姿态特别的低趴 很矮很低 然后前后旋还是挺长的 空间的话也得到了保证 整个车的姿态是特别的帅 还有点这种猎跑车的风格 小米挺有意思的 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好 这就是嘉良今天即兴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伪装车 我是嘉良 关注我 抢先带你看更多新车